这照片你看那个 大雄哥带着一个三道杠 三道杠 这是五年级的时候 那三个杠 那是三哥那个叫文 文艺大队长 文艺大队长 在学校里边 就那个时候呢 就是文艺的骨干了是吧 我们乡村学校里边 我会议一点三冬快书 三冬快书 这能给我们来两句吗 现场 这个打了个打了个打了个打 我这个样纯散鱼 好甜情 哟哟 笑那边 来了一位小嫂子 挑这个小挑子 挑子上插着那 烫烫老牙 烫米老水 烫八戒背着个烫媳妇 好听哎 三冬快书这俏皮劲 还真唱出来 对对对 二十多年没有唱过 这真了不起 家里弟兄几个呀 那个时候 弟兄俩 刚才那个小的是我弟弟 是不是你们这村 就都姓刘的 都姓刘 旺上岛都是一家子 哎呦 旺上岛 我们家家谱都往上 倒到明朝了 能倒到明朝 哦 那您家有这个从事艺术方面工作的 家庭成员吗 我就专门从我们家谱都问了 这这这 可能我们这个大家族都没有 倒到明朝都没有 倒到明朝都没有吗 倒到明朝老祖先 那也是当将军的 哦 上述到明朝家里都没有搞音乐的 对对对对对 那您这怎么就出来您这位 我听我奶奶说 人家唢呐在大家上拿着唢呐吹 我就找个素质 我就给那队子吹 哦 就是说小时候我奶奶说就还得有那个 在外面的天分 嗯 那个时候开始懵懂的时候 爱唱歌是怎么唱啊 爱唱歌 爱唱戏 但是最早还是接触戏 我那小时候的那戏曲偶像刘仲和老师 嗯嗯嗯嗯 最近我和刘老师在学 您能给我们现场来两段学习成果吗 对 唱一段大金子选择 好 好 好 那您那个时候 您的启蒙是什么时候 就是跟着那个唢呐队吹那会儿 这次对我可以说是音乐启蒙 但是到了初中以后 我还是考到了 我们锦宁市第一职业终端 嗯 有个音乐班 很幸运的是 我有一个很好的声乐启蒙老师 嗯 妙月灵老师 好 他对我是非常的非常好 但是当时家里也不支持我 去学音乐 后来我就去打工去了 就学艺术 爸妈其实不支持 这个 说实话真的不支持 当时 三千块钱 九三年 嗯 对我们家庭来说也 不好拿出来的 九三年三千 三千块钱还借了一千五 啊 我们那里上高中是很难的 嗯嗯嗯 没考上高中呢就 学个厨师啊 学个电汉啊 这也是一门手艺能仰卜自己 学音乐能当饭吃 现在我来想我理解我父亲 想要您学一门手艺起码能靠这个吃饭 从事这第一份工作跟这唱歌有关系吗 嗯 还真的有 山东潮县棉坊之厂 来我们学校招工 是个宣传队 哦 嗯 我毕竟还能从事我这个唱歌 嗯 因为这歌算找着这份工作了 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因为唱歌能赚点收入了 九六年进场 九七年就下岗 嗯 就是这么快 啊 从好赶到那个年代了 嗯 从头再来嘛 嗯 就离开自谋职业去 还是自谋职业 我刚才看到一张照片 这个也挺有年代感的 这是九八年在酒店唱歌 在酒店唱歌 嗯 这四个人一块唱是吗 中午唱两首 晚上唱两首在那个大堂 嗯 人家包间有点歌的 然后再到包间去唱 我一坐坐了五六年 屏幕 就会一样 有点赞